哈喽大家好,我是柔二手 最近有粉丝呢就评论啊 柔二手你的生活人生过得挺精彩的 有粉丝说建议我去看看围城 然后有的粉丝说我说的那个 有些地方说的不对啊 希望大家都能理解 就是现在就是说40岁以后了 这个脑子呀记忆力越来越差 然后还有就是阳末之后啊 就感觉这脑子就不太好了 就是阻止词语啊 什么逻辑上的一些东西啊 就真的不如同家了 这个东西希望大家见谅 对于说 其实我能经历那么多挺精彩 其实我还是说那句话 这德语我没好好上过学 你知道吗 今天咱们开头啊 跟大家扯点闲片 就是闲聊会儿天 为什么德语没上过学呢 就是说我们的教育模式啊 是输给孩子正确答案 就是这个这道题 这个就是唯一正确答案 考试的时候你就这么答就对了 啊那个就是正确答案 然后呢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呢 就被强行灌出了各种各样的正确答案 然后到了社会上呢 就抱着这种各种各样的正确答案去生活 啊这个其实挺可悲的啊 人生是需要探索的 各位 人生所有的问题都没有正确答案 就是现在被已经被证实是正确的 都未必是正确答案 这是我这么理解的 啊 这是我这么理解的 就比如我小时候吧 啊我学习成绩不怎么样啊 我老师也好 我家长也好 就是你要不好好学习你将来这辈子就完了 啊结果呢 我小学毕业啊 俗称小B 那不是现在40的也挺好的吗 我也没怎么着啊 对不对 也没完了呀 对不对 你关键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然后我我上了班之后 我就当过两年保安 然后两年保安当完了 我就没有继续参加工作 我就觉得上班给别人打工 这样度过自己的一生没劲 我想自己按照自己的想法活着 就这么很简单的一个想法 然后我周围就有人说 那么好的一工作你给辞了 你要没个稳定工作 我跟你说留点手 你这辈子就完了 啊 结果我 20年没上班了 我也过得好好的 也没完 啊 这就是我说的 就是说我们呀 特别喜欢给人强行的去下一个定义 去强行的给人输入一个正确答案 就是你人生中的正确答案 就是好好上学 好好上班 你甭琢磨 我就告诉你 这就是对的 啊 你这么干就完了 但是我的想法呢 就是说 我不想让你把你的那个想法强加在我身上 我自己想自己 按我自己的想法过我自己这辈子 我这辈子就这几十年 对吧 你你让我怀着任何一种价值观去过的话 也只能过这几十年 但是我干嘛不按照我的想法去过 我就是说我就想看看我没上过学 行不行 我就想想看看我不上班了 我是不是就完了 结果呢 大家也看见了 是吧 不像他们说的那样似的 啊 所以呢 那我的想法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跟各位讲啊 就是我的体验就是 任何事都不像你想象的那样 你一定要自己去体验去开拓 啊 你就比如说一些明星 你可能就是他那样的 但是等你真正接触下来 他不是那样的 这个东西是要怎么说的 就是说一切都实践吧 从实践出发吧 你知道吧是这样 现在呃 我们这个社会呢 包括可能这话有时候 我就说有点大了 包括民族呢 有点可悲 我们的可悲之处 现在在于哪呢 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啊 自己该干什么想不明白 但是把周围所有的人 他们该干什么 想的半明白啊 说的一五一十头头是道的 啊 你你比如说有的人可能下月交房租 还房耐度可能都费劲 但是他知道留着手该干什么 他能给说明白了 这这不是说我想怼回去啊 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说什么呢 咱们每一个人 比如一个家庭来说 呃 这个男的作为一个父亲 作为一个丈夫啊 你自己想想你作为一个父亲 作为丈夫 不是说你走到工作单位上 你作为一个单位的职员 一个员工 你该干什么 你把你这些在单位该干的事干好了 在家里该扮演的角色全都干好 就完就完 你什么你别想别人 你作为一个女人啊 你也是说你你作为一个妻子 作为一个妈妈 你该干什么啊 你就把孩子带好了 把家庭照顾好了 把老公子照顾好了 就完 你作为一个孩子啊 你想明白你自己该干什么 你好好学习 哎锻炼身体 别让家长操心就完了 其实我们只要每个人做到 我不去想别人该干什么 我就把我自己想该干什么 想明白了 我就把我自己该干的 干到最好 干到极致 我们说社会所有问题全解决了 我们的社会倍儿和谐 真的 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刚才我说那个 自己该干嘛不明白 也不想也不琢磨 就琢磨你该干嘛 你该干嘛 给人家说的不是明白 现在就是这么个问题 又说多了 跟大家 多聊几句 所以呢 我对大家的想法就是什么呢 一个人生经验就是人生是需要探索的 你对人生对于你生活的每一个答案 是需要你自己通过探索去写在这个人生这个试卷上的 而不是拿着别人给你的一个正确答案 照抄在你这个人生的这个试卷上 啊 所以就是这样的 啊 那个 我希望大家能理解我说的这个 因为人就这几十年的活头 啊 等你过完这几十年 就成归成土归土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利用这几十年的时间去探索自己的人生 别把别人得出来的正确答案直接照搬过来 啊 自己想干嘛多去干多去实践 啊 就比如我刚才说过 我不喜欢上学 那就不上了 这不是也没事吗 我不喜欢上班 这不是也没什么吗 也没上人家说的就完蛋了 对吧 用自己的想法 用自己的实现 实践 去书写自己独一万二的人生 别去照抄任何人的这个正确答案 好吧 就就说这么多吧 啊 那个接着给大家讲 上回说的那个跟六爷他们 啊 就是 本来我把六百达六给六爷一教 啊 就完事了 啊 就是我也乐 因为我也拿到我该拿到了 六爷呢 也能给王小妹买房去了 结果呢 就是这一晚上我没跟他在一块 他自个儿又玩去了 自个儿又玩去了 啊 结果呢 洗白了 然后他让我帮他 然后他让我帮他 他让我帮他 帮是什么呢 就是帮他接着带打 那这还有个头吗 我这边红着你那边黑着 这这 怎么弄 后来我拒绝了 啊 我拒绝了 然后呢我说我已经帮过你了啊 有个粉丝还说这是18年马可施作成的词你说这是16年15年的故事 那 我快到七天了 我就先出来了 出关 然后回北京 啊 回到北京呢 就觉得挺空虚的 就是始终想不明白 很多东西想不明白 就是 嗯 人到底该干嘛 就是 比如说我羡慕明星 啊 成天年的 对吧 收入也高 又有名气 在这个 生活条件优越 但是明星跟我说 这个这边干什么都别干明星 啊 这明星这活就不是人干的活 这就让我很迷茫 就是 你认为美的 你认为好的是 在你没得到的 或者说你距离它很远的时候 是这样的 等你真正一走近了 你会发现很多东西都一样 就是万般皆苦 啊 他也有他的不堪 不如意的地方 这就让我觉得 那人生到底该追求什么呢 对吧 我觉得这个是我的目标 当我靠近我那个目标的时候 或者说我找了一个 已经达到我认为的 那个目标的那个人的时候 他就告诉我说 就那样 这目标也就那样 挺雷劲的 你说你让我这么想 反正再加上六爷这种事 我就觉得 挺失望的 挺失望的 我也希望就是说 最后红完这些名 六爷能拿着去香港 把房子给王小妹买了 虽然说那也不是我的二加一 也不是我的孩子 但是呢 我总觉得 有一种成人之美的这种想法 最起码帮人办了件好事 就是说 虽然说给自己积了份功德吧 就是从这个孩子这个份上来说 对吧 要不然你没房 你在香港物价那么高 那王小妹又干不了什么 对吧 你成天租房就跟颠沛流离 那种感觉似的 但是 我把任务完成的时候 他告诉我 他把之前我红的面是黑了 我很失望 我就觉得 我付出那些努力白费了 有一种被人耍了的感觉 回到北京 然后呢 我找谁呢 我找邵永哥玩会 邵永哥这个人呢 怎么说呢 家庭条件一般 也不能都说一般了 就是很差 很差 因为之前父母啊 都是下方职工 就是为什么找邵永哥呢 其实我觉得我这么做也不对 但是呢 最起码在当时那种状态下 我需要的 需要他什么呢 就是说他的人很纯净 就是很纯洁 很干净 然后那个 马哥这个地方就比较复杂 花花世界嘛 比较 鱼龙混杂一些 也不能说他很污秽 他也有好的精彩的一面 但是呢 我希望去找邵永哥聊会儿 其实就跟你大鱼大肉吃 吃够了 这两天血脂 血脂有点高 然后打算吃几天 吃几天那个什么 黄瓜西红柿 喝点绑杂粥 然后刮过油是那种感觉 跟邵永哥呢 在一块聊 他呢 就跟我说说二手 你呀 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我说可能也是 他说你当时怎么怎么样 你之前谈了个对象 然后后来你给人登了 娶了现在这个媳妇 你居然你对得起人家了 我说对不起 然后那个你啊 那时候 之前咱俩一会儿当保安的时候 一个月工资九百六 我是20000年整到2002年左右 这个当了两年保安 那会儿跟邵永哥还是同事 那会儿的工资就拿下 几月到手才几百块钱 然后说拿那个工资不是挺好吗 你干嘛成天老这么去跑 我说也是 然后呢 我呢 说就这么聊 然后到了饭点 我说你想吃什么呀 然后我请你吃饭吗 他呢又说去那个叫温馨园那地方 我说行 点了几个菜 他爱吃那种横货 点了点串儿 然后那个跟我说 他没钱结账 说让我结 我说可以 我说出了吃饭以后 咱俩吃饭都是我结账 然后呢 他一边吃串儿 一边怎么着 扁起了嘴 挺美的 在喝口啤酒 然后跟我说二手 二手啊 我看你这人就行 啊 你这人就挺好的 你这人挺有能力 我觉得 就是又把我吹捧了一番 那个时候我心里头也挺多 因为我觉得 我认为挺纯洁的一个人 一顿饭就让我给这么收买了 我就觉得那会儿突然就觉得 这个世界还要是什么东西是前半不到的 当时呢 确实挺迷茫 其实当时找邵永哥呢 就是因为在妈子乱七八糟的事经多了 我想找一个像他这样的一种人 净化一下我自己的心灵 啊 结果呢 之前说两句 批评我两句吧 到我还觉得挺受用的 但是请他吃完顿饭 并且承诺给他以后 只要我跟他吃饭 就是我请客 他立马对我开始捧臭脚 这个令我挺失望的 你其实这样说下来 我真也挺难刺到 但是 然后那天聊了一会儿 然后那个 吃完饭 然后他跟我说洗头去吗 我说行啊 他说这个喝完酒了 咱们就是洗一头去 然后那个说那个我知道有个发蓝 有新来一个小妹 长得挺漂亮的 我说行 洗去吧 然后他说那也是你请客啊 我说行行 缺了 啊 那个 他一进去啊 找着那个他认为漂亮的小妹 反正确实还行嘛 就是岁数不大 人长得挺 挺秀气的 那么一个小妹啊 然后往胸口扑了块毛巾 啊 少女哥就那么着一坐 然后开始呢 把脑袋往这一靠 啪 给他捏头 洗头 啊 然后那个二手 那那大姐啊 那小妹 给二 给 给少女哥洗 然后给我找一大姐 四十多 一脸麻烦 我这倒挺不快安排我 洗完了呢 他问我唱不唱歌 我说行 行 找了个KTV 跟他唱了会儿歌 啊 少女哥呢 被称为卖霸 就唱那种特别悲情那种歌曲 啊 什么单身情歌呀 什么那种 就是唱了让人觉得挺 有点悲 悲 悲 悲情的那种歌曲 唱了一晚上呢 各回各家 啊 就我买完单 算是各回各家 少女哥呢 挺满意的 啊 这个 又吃 在洗头 在唱歌的 都是我买单 我回到家啊 看见谁了呢 到楼下 看见一个人 六爷 六爷在我们家楼下 等着我呢 啊 然后那个 我呢 也不知道六爷 是怎么找到 我的地址的 啊 因为当时 我没告诉过 他我住哪 然后看见我了 啊 就二手 我说 哎 六爷 回来了吧 啊 然后那个 我二手 我跟你说 上回是我不对 真的 我跟你真个错 啊 是六爷对不住 二手 你别往心里去啊 那个 我说 那不会的 我二手 你你这样 你看六爷 现在 之前对你 一直不错 啊 你看你 现在能不能 借六爷点名 我说 你要多少啊 我说 二十啊 那二十能干啥 你接六爷二百 好吧 二十 六爷之前对你也不错 对不对 你现在 六爷 六爷现在落难了 啊 他按理说 我实在不好意思 跟你张这个口 啊 你再怎么着说 你是小辈 但是现在呢 此时彼此时 我说 我没有 六爷 他说 你别装孙子了啊 我能知道你没有吗 啊 你从我这 拿走多少名 六百 我管你要花二百 他怎么了 当时呢 我说那六爷 那不是也是我自个儿 努力得来的吗 他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六爷说 你甭跟我说这话 啊 我就问你 你给不给我吧 啊 来个痛快的 我说我给不了 他说你呀 是真孙子 我今天我算认识你 啊 然后呢 说完就嘴跟那啪啪啪 抽嘴大嘴吧 啪啪啪啪 在我们家楼下 这会儿呢 我们有一些 街坊邻居什么的 就已经在这边看过 啊 后来我觉得影响不好 我呢 说走走走 六爷 咱们别跟那说啊 咱别这聊去 然后呢 我给他拉到一个小酒馆 啊 聊 我说那个 这么着吧 六爷 二百没有 我给你拿五十吧 六爷说 也行 啊 你有多少 算先给多少 也行 那剩下的一百五啊 你过几天 凑几天 再给我也行 这话说的呀 就跟我欠他二百 似的啊 我说我现在就最多 就能给你五十 他跟我说什么呢 他说 让我还几天 过几天 那一百五 凑几天再给他 就这人 啊 我呢 当时呢 也没太在意 我就想赶紧给他 打个走 说完了 啊 我说行 那明天先给你转五十啊 转五十啊 那个 过去了 当时呢 他拿着这五十 他一刀杖 他就飞马格去了 又干去了 战斗去了 啊 就是说他已经进入这种巅峰 不是巅狂 碰到了 就是不能让他建小钱 只要一建小钱 就奔马格 就奔菜上 就在玩 啊 第二天呢 又给我发这个微信 又说那个 二手啊 那一百五 什么时候能给我呀 我说 昨天那五十 这么快就花完了 他说 没了 反正 我说那我没有 你这个花钱速度 你一天五十 没了 一天五十 没了 我这又不是说 家里开银行呢 我供不了 他说二手 我发现你这个人是真孙子 我真的 我当时都瞎了眼 那我说我认识你这么个玩意 各位 我跟各位说啊 就是说在马格 他是这样的 就这个帮这些老哥老姐们呀 之前我也帮过 就是说我有这么个心得体会 甭管说他管你借多少米儿吧 哪怕几K 或者说一两个W 他给你借 他管你开口了 你借给他了 他谢谢 那什么哲呢 他就觉得你是个好人 你借给他 你在这是个好人 你一回借给他 一回是好人 二回借给他 二回是好人 三一回他再管你张口 再借 你说我没那么多 我不借了 那家伙 祖宗十八代都能立骂出来 我跟各位说啊 你借钱 你要能借 你就他知道 他管你借钱 你就永远无条件借给他 你在他心里 永远是个好人 只要是说 借了一回两回 到第三回的时候 你跟他说 你之前借那两回钱 先还给我 对不对 然后这次我再借给你 或者说你就不想借给他了 那家伙 那以后你在他眼里 你就是成他的仇人了 就是帮他十回 有十回 九回都帮他了 就最后那一回说我不帮了 那之前那九回 那点好都不念你的 然后就冲这一回就得骂死你 当时呢 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弄得我心里挺寒心的 其实 今天的视频呢 就跟大家说到这儿 下个视频 我继续给大家讲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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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